别以为拿棍子就厉害了啊 今天我来教你一个卸棍法 知道什么叫卸棍法吗 啥也不是 一猜你就不到 当你用棍子打我的时候 我可以把你的棍子给卸掉 知道吧 怎么卸呢 注意看啊 哎 一下我先把这个手抓住 第二下怎么办呢 顺势 哎 下来 这个时候啊 这个手臂已经形成了一个 这个反关节扭曲的状态 这个手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持卧 这个持卧呢 其实就很容易把它打掉了 怎么打掉呢 我一看 我用我的大鼓 使劲的磕机这个位置 看 直接就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可以啊 碰 啪 或者是啪 怎么打就都可以了 这个棍子就掉了 知道吧 知道了 你就能这么 直接就发封吗 这个还是很难啊 很难就是把这个对方手给抓住 因为这个抓呢 是点对点 但是我们这个是啥 是这个拆招啊 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 你挥舞 哎 这一刻 看什么 这一刻去抓这个手 而不是说 这个对方在 特别快的情况下 我去 硬抓这个手 那样的话是绝对抓不着的 所以啊 任何的夺棍夺刀 然后我们没有牵吹拨 摆练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尝试 所以平时一定要多练 这样呢 才会有一点 这个成功的几率 学到了 谢谢你 在平常 大将们通常会带领子民 建造城池 每当战争来袭 他们就会起到领头作用 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大将吗 那就来重返帝国中 亲身体验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